東區的大西洋組 這是我今年在東區唯一介紹的一組 講完西區的預測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東區的狀況 東區呢 我剛剛說了 大西洋組是我唯一要介紹的一個組別 為什麼呢 因為最強的三個球隊 基本上都在這個組別裡面 另外兩支球隊是陪著公子戈爾面臨練劍的 那另外的東區的球隊呢 我們乾脆不要介紹算了 因為碰到巴士頓 碰到Toronto 跟碰到這個費城七六人隊 其他的球隊大部分來說 都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大西洋組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排名好了 在第五名的位置呢 我會認為 Brooklyn Nets會是排名第五名的球隊 籃網隊呢 在去年成績並沒有特別的好 他在各方面的數據呢 在攻擊面來看 是排名第21名的Efficiency 在防守面是排名第22名的 聽起來都並不是非常的漂亮 可是呢 他在防守面真的是非常差勁的一個球隊 對方的命中率來看 他是排名第29名的 對方的這個自己對方的籃板 他是排名第30名的 在抄截對方的次數也是排名第30名的 也就是說呢不管是防守籃板的爭搶 以及呢自己本身在這個防守壓迫力來看 籃網隊給對方都沒有任何的任何的張力 那更看一下這個球隊 在攻擊面是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在攻擊來看 他的兩分球的投射 是全聯盟P排名第29名的次數 在三分球呢 是排名第2名的次數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數字呢 感覺起來籃網隊就是想把節奏打快一點 然後呢我們就浪投三分 兩分球我們不要太多的攻擊 然後回防的時候 我們沒有太多的作為 這看起來是籃網隊一貫的作風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弱勢的狀況之下呢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樣子的補強 我認為他們的總經理Shane Marks 果然是籃球人 而且在補強方面做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們在籃板方面是弱勢的 他找來了籃板的一個幫忙的巨獸 那就是Kenneth Farade 那另外呢 還找了Ed Davis來加強他們本身的防守 在控球位的替補來看呢 送走了林舒豪 可是來的Shabazz Napier 所以整體看起來呢 他們補強了一些 他們在籃板跟防守禁區裡面的弱勢 可是在三分的投射的數字來看呢 這幾個人是沒有辦法幫忙的 所以看起來他們認為三分攻勢已經夠了 我們現在要加強的就是防守跟籃板 那這個方面的補強Shane Marks是聰明的 更重要的是呢 我認為這個球隊在薪資的空間來看呢 他們擁有全聯盟現在 這個排名倒數前三名的薪資空間 在明年的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這意思就是說他有相當大的薪資的空間 可以網羅他們想要的超級巨星 在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正好在19年球季 哈 這個是一個大自由球員市場 所以籃網隊瞄準自由球員市場 是無可厚非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這個區域排名第四名的球隊 在一個紐約城裡面 一山不容二虎 那的確這句話講的是沒錯 那為什麼一個紐約城裡面的我們可以有籃網跟尼克呢 因為籃網跟尼克都不是虎 他們兩隻都是鼠 一個城市裡面可以很多鼠 可是沒有太多的虎那是真的 因為紐約尼克隊呢 正好跟籃網隊都是一模一樣的 戰績非常的差勁 在攻擊面來看效率值排名第20 防守是排名第23的 那正好 有沒有聽到剛剛跟這個籃網隊數字有點奇怪 他正好在攻擊排在籃網的前面 防守排在籃網的後面 那在攻擊的方式來看呢 他正好又是跟籃網隊來倒反的 籃網是全聯盟三分投射第二多的球隊 尼克隊是排名第29名的球隊 那籃網隊在兩分投射是全聯盟排名第2的 倒數第29名 那尼克隊正好在這個方面是排名第2名的 所以攻擊的方式正好相反的過來 那同樣沒有改變的 就是他們超爛的防守的能力 因為在對手投籃命中率來看 兩隊都是一樣的差勁 所以呢 在這兩個球隊要改善的地方 是非常的類似 不過紐約尼克隊呢 他先選擇改善他攻擊的方面 在去年來看呢 紐約尼克隊擁有全聯盟 第2少的3分投射 你可能想說 哎呀少3分投射 我攻2分球 我打進區 我罰球次數多 可是尼克隊也沒有 他的罰球次數是倒數第2少的 那這代表說尼克隊都在做中距離 被動式的跳投的攻擊 那在今年呢 在球員陣容他們做什麼改變 去年來看 尼克隊是沒有任何3號球員的 他們唯一的 可能是體型跟打法像3號的 就是Doug Mdermich 那Doug Mdermich呢 還有Lance Thomas 去年這兩個人的成績 真的是差而又差 一個只有40%的命中率 一個只有38%的命中率 而且各得了7分跟4分 所以在3號位置 他們是完全不及格的狀況 那在補強來說呢 他們補進了Kevin Knox Maurio Zonia 那這兩個人呢 我認為在這個位置裡面 絕對都有絕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對尼克隊的球迷是不幸的 就是這個Perzengas 他的傷勢可能要到聖誕節過後 才能歸隊 去年沒有Perzengas的時候呢 他們打得是非常的差勁 而且在禁區的防守 沒有任何的嚇阻力 他們的中鋒Innis Cantor 平均只有0.5個火鍋 可是呢 如果有跟Perzengas在一起的話 Perzengas有2.4次的 協防上面的火鍋 那在去年 他們拿下了29勝53敗 那可是有Perzengas的時候 他們是22勝26敗 意思就是說Perzengas不打了之後 他們的戰績是7勝 我數學好差 27敗 Perzengas要Christmas一過後才會回來 紐約尼克隊 搞不好在這個區域 可能還會排最後一名 大席洋組的第一第二名 我們禮拜六介紹